Amanda老师 我们就来分析 哪些星座的女人 育夫有数 赶快拿出自己的星盘 我们从女生星盘当中的 月亮星座 太阳星座 还有下降星座来观察 那怎么观察下降星座呢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知道 自己的上升星座 对不对 像周琳的上升是水平 一贞大哥的上升是母羊座 我们看到上升星座 从这边的对照表 它对面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下降星座的位置 比方说像一贞大哥 上升是母羊的话 你的下降星座 就会是天平座 那周琳的话 上升是水平 我们找到水平 你的下降就会是狮子座 这样子来参考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哦 这样子育夫有数的这个女生 第三名呢 如果有落在射手座的女生 射手座的女生呢 能够就像放风针一样的 对先生是收放自如的 我刚看到这个 周琳太阳就是射手座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讲真的 你去问哈 如果真的问男人的真心话 十个男人有十个都怕管 只是有时候因为一些这个 其他的考量 有的男人会不跟太太争吵 或者是就听太太的话 但是呢 其实他真正男人心里会觉得 你不要管我 让我好好的做自己 其实我也不会真的怎么样 然后我们说放风针 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高深的婚姻之道 怎么说 大家如果有玩过风针的话 你知道放风针其实不容易 你要趁风的时候去放线 然后有时候你要把它收好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风针在天空当中飞 看起来很自由自在 但是他其实都在那个 放风针的人手上那条线 可是握得紧紧的 我们回过来看 射手座特殊墙的女生 她们通常真的是落落大方 不太会是小家子气的 像周琳可能你刚刚 你就觉得你的个性看得出来 就非常射手的 很热情的一个女生 而且很多射手座的人 她们会跟另一半的朋友们 都能够打成一片 因为有的女生 有的太太她不太喜欢 去跟先生的朋友 有太多的交往 可是射手座她就觉得 大家都可以做朋友啊 然后呢也因为这种原因 很多事情她不用问先生 朋友们都会告诉这个太太说 我们有什么计划 我们要去做什么 对对对 所以她们会这样子 就是可以掌握一些先生的心中 再来最聪明的就是 她们能够找出先生的这个死穴 我只要抓住她的那个最重要的部分 其他我可以不管 举例来说 有的先生可能很爱孩子 那这个射手座太太 她就会我家是怎么样 到其次我把小孩照顾的非常好 好该接送的 该这个打点的我都照顾很好 这时候先生都会对我非常的好了 那有的先生呢 可能很在意家里面的 整个投资理财 那这时候射手座太太 也会比较用心在 这个先生最在意的事情上面 会应用这种智慧呢 所以是能够育肤有数的 我们来看第二名 我们说是天蝎座的太太 天蝎座的女生呢 会能够天罗地网掌握一切 虽然说男人不喜欢管 但是对于天蝎座特使强者来说 他们就会觉得爱一个人 我就要爱到他的骨子里 我要这种什么样 包山包海的都要掌握他的心中 所以这种天蝎座的太太呢 他会是那种全面渗透式的 渗透到先生的这个生活当中 几点上班 几点是这种什么 可能午餐时间 然后几点该回办公室上班了 他们都会掌握的非常清楚 甚至呢 这个先生下班之后 比平常晚了这个20分钟 他都要去再仔细观察说 有没有新的发票 或者是呢 有什么这个行车记录器走到哪里去了 用这种方式让先生不敢乱来 是这样子的一个育夫有数的 第一名我们来看 如果是有在狮子座的太太 狮子座太太呢 食而霸气 食而婉约 其实我们讲其实男人真的 不管男人女人 男人也蛮难搞的 对不对 就是他们一方面 希望伴侣是热情如火的 但是呢 又希望伴侣是能够温柔婉约的 那这时候我们讲 射手狮子座的女生 他们有时候其实还蛮霸气的 好像这个 我们刚讲周琳 因为你的上升是水平 所以你的下降星座 其实在狮子座 好 所以你对其他人倒还好 但是你尤其对先生 你会展现狮子的这种特质 就是呢 某些地方 我真的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他们会 他会有点强制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 我就决定要这样就是这样 好 比方说 可能我觉得孩子 应该要怎么吃比较健康 那这时候呢 先生不照着做 他说不管 我就是要这样 或者他觉得先生 可能今天你的青菜水果 吃的不够多了 我就会端出几样水果 说你一定要吃完 好 那这是 这时候呢 有时候男人 其实他们也觉得 这时候老婆这么的霸气 他其实是为了我好 他们的心里会有一种感动 而且平常霸气惯了 狮子座毕竟还是一个 猫科的动物 所以呢 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房门关起来 他们其实是非常会撒娇的 好 不是说真的永远都那么的霸气 所以当你想象一个女生 这个平常是非常的 这个好像这个很有架势 但是突然间变成一只小猫咪了 这时候这个先生就会觉得 哇 我的母老虎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猫咪 其实他会有一种 他们的感动